新北井涉滩分局长8万 侦查队长10万交保 正义使者抵不过金钱又祸 让警戒又蒙羞 他们借口要办餐会 实际上却把钱拿去购物 以及自己吃好喝好 所谓上梁不振下梁歪 同个分局的侦查座也收贿 利用侦办电信诈欺犯罪之机会 向犯罪嫌疑人收受贿赂 同意隐匿他的犯罪证据 瑞芳分局前分局长 交保新台币8万元 前侦查队长交保新台币10万元 侦查队交保新台币20万元 新北市警察局说 决不避纵也不护短 会全力配合调查 图巴中心新北报导